就是夫妻本是同齡尿 我們要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還有夫妻同心 奇力斷驚 無時無刻都要愛上隨 那你不覺得這些太勉強了嗎 今天就要來聊聊 你們覺得你們在這個生活當中 跟另外一半 到底有什麼事情 是大家一起做 就是一起做的 就是鐵定會翻臉的 我是不能夠 跟我老公一起工作 你知道其實他這個人 什麼都贏不了我 一開始我要胃很重 因為我只有一樣贏得了 就是工作嘛 因為他入行早啊 對 對不對 所以他只有在這上面 每次一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打壓我 早其實是我出道 是因為跟他一起主持節目 那那時候我剛有新人嘛 然後他就會那種 就是我在錄影的時候 錄一錄 然後我忽然看到 譬如特別來賓穿了一件 很漂亮的衣服 哪裡買的啊 就這樣 聊幾句 結束了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你剛剛這樣很不專業 就是你就是自顧自的聊天 然後鏡頭就帶到那邊了 他說你要是考慮一下 就是別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 不是在講衣服那個怕 然後我就說 OK 你需要這樣嗎 那你就剪掉就好啦 我現在會這樣講啦 對 可是我那時候就說 是 對 對 那時候就會很質疑 自己的人那個主持能力 對 我就覺得我 那我不應該 就會變得有時候 我就畫又變得很少 然後他又嫌我說 你幹嘛都不講話 就很難啦 對啊 對 然後有一天我想說 我要讓我自己放輕鬆 於是我就帶本雜誌 想說等一下到那個 我就不用跟他聊天 休息的時候 我還可以看一下雜誌 他說你帶那個什麼 我說雜誌 他說 他說你真的是一個 很不專業的藝人耶 你怎麼可以要上班的時候 還帶本雜誌 那個時候你要看本啊 好難喔 我根本連他 跟他唱歌我都不行 你知道他是會這樣 眼睛看著我 下一句 你知道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很出戲是不是 我懂我懂 Jurie姐這個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夫妻間有很多東西 是不需要言語的 對 就是他眼神這樣一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壓力來了 壓力來了 要說什麼 對 他在等第三拍進來 然後一副就是 你不要忘記囉 很煩 就每一次次都在會說 你們講 我說我不想跟他一起 這個壓力真的滿大的 因為畢竟就是 凡哥真的太資深了 對 雖然永遠就是一個 前輩的姿態 可是我覺得跟老公 只要跟專業靈異 工作上相關的東西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就都是教練 對 所以我們講 我們自己訓練好了 我老公的習慣是 他就是不管做到 身體已經歪掉 還是已經沒力 他一定要做滿那個時間 譬如說一個動作 他就是要做滿五分鐘 比方是這樣講 但是我的訓練方式 是我覺得這個動作 我做到我覺得已經沒力了 動作要歪掉 我覺得就要停止 因為再做下去 我們可能會帶傷 可能會受傷 對 但我們的觀念 完全會不一樣 然後每次在訓練的時候 就吵架 你為什麼要管我 你為什麼怎麼樣 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要干涉我的訓練 因為他的訓練方式 可能比較偏選手 但我的訓練方式 可能比較偏身體健康 對 然後增加肌耐力 所以完全是兩碼的事 然後你知道 其實上拳擊課 團課有很多的環節是 兩個兩個會對練 互相會練技術 我們會設定好技術 讓學生去練 對 可是愛表性的學生 就會毛起來亂打 他會用蠻力 去打他的訓練夥伴 女生就會覺得 這件事本來就不應該發生 我們應該要保護 每一個來上課的學生 不應該讓他受傷 但我老公就覺得 你不可以過度保護學生 你這樣子保護他們 不讓他們記句話 他們永遠都不會成長 不會進步 就為了這種事一直吵架 我老公就說 我覺得妳 她指著我 然後我就說 對 然後我就會說 我也是教練 我沒有不尊重妳的專業 我們教學的方式就是不一樣 然後她就說 我教得比你久 所以是妳不尊重我的專業 這時候就落得一粒了 然後她自從嗆出這句話之後 對不對 這是運動相關 但通告相關 是我的專業了吧 對 演藝相關是我的專業了吧 是 我們每一次要請她上節目 夫妻要合體 她就跟我講說 不行啊 那上一個節目 我價錢一定要 就是至少要這樣子 因為不然我要推掉這些 私人課幾堂 幾個小時 我虧啊 但是她突然有一些身邊 什麼拐瓜裂爪的朋友要來 然後跟她講說 可不可以幫忙PO個東西 或者是做個活動什麼 然後給她一個就是 比車馬費還低的價錢 她就說二話不說 說沒有問題啦 就是幫忙一下 我就說 那時候歌錄的不是酬勞 歌錄的是義氣 我就說我覺得 妳在侮辱我的專業 我每天幫妳得罪製作單位 妳在那邊車馬費不到 就給我亂接活動 我說妳這樣叫我以後 怎麼交代 雙重標準 對啊 就是不行這樣子啊 其實說真的 我也是沒有辦法 跟我老婆一起工作啦 因為這個 我老婆她是獅子座的嘛 因為妳也知道 獅子座追求的就是這個 這三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 妳講完這三件事 我已經感受到妳的卑微了 對 那如果說製作單位 在製作單位的時候 再跟她小語大意說 妳等一下上去 妳就是盡量的醜化小良哥 妳就是把它弄到尖酸刻薄 然後我們大家就會笑她 然後效果一定會非常好 但是她就會遵照 這個製作單位的講法 然後一上去就把我講到 尖酸刻薄 就差點好像沒有去搶銀行 這樣 只要這個導播五四三二 她就殺紅眼你知道 我覺得小良哥在幫自己 買保險 對 對啊 為什麼妳老婆講完 這麼有說服力 因為跟我們認識的 妳也差不了多少 對啊 還是有些差距啦 有差距 有差距是不是 就是結成跟摳門的差別 好 所以那還有其他事情 你們覺得是 就是跟老公無法 畢草的 對 一起的 我還有一個畢草 就是跟金錢相關的 這也好容易喔 就是誰要掌管金錢 然後金錢應該怎麼樣 去運作跟分配 一開始 因為我老公在結婚前 他就有這個債務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當一個嫌妻 就是要幫他管理他的財務 該繳什麼錢 我會幫他弄掉 然後其他東西就是 行李每天暴障 這樣子才能存到錢 跟幫他處理 他以前的負債問題嘛 對不對 然後這件事情長時間下來 大概一年多吧 我就發現有點不對勁 因為我每天幫他記 這樣的內容啊 就覺得 怎麼可能那麼少 我老公每天都背一個 可以裝就是一具屍體的包包 走來走去 超級地大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那個是 連男生都拿不起來的重量 那個包包至少二十多 因為他一直背著嘛 他就一直到處去想說 我到底應該把柳宇柔放在你 他先習慣啦 先適應啦 搞地點 對 然後之後我才發現喔 他這個 每天的包上對不對 很多錢都是 口起來 他就是藏起來 他藏洗車 他洗車 然後他的洗車 都拿去幹嘛 你知道嗎 他就是 時常會有一些 那個大包包 就會裝幾件衣服啊 幾雙鞋子啊 去哪裡 偷偷運回家 然後我都不知道 因為他就裝在他屍體袋裡面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麼多奢侈品 怎麼了嗎 他先大聲 先這樣下馬尾 怎麼了嗎 我賺錢 難道 我不能夠 犒賞一下我自己嗎 如果你可以好好講 我還願意跟你好好聊 他就說 還嗆我說 你一天到晚買新衣服 新鞋子 我難道就不可以 偶爾犒賞自己 一兩樣嗎 我就火就上來了 我說先生 我做什麼行業 我本來就要新衣服 新鞋子 我的通告費裡面 就含新衣服 新鞋子的錢 不然通告費 可以含那麼高 對啊 而且重點是我當教練的時候 要穿上衣 難道你要我脫掉衣服的臉嗎 對啊 我說你每天 我說你每天穿上衣服 那幾件衣服 那幾雙鞋子 我說你一定在買新衣服幹什麼 他冬天含流來 是不穿外套 穿短袖走來路上的人 他給我買一件 一兩萬塊的 羽絨衣回家 幹嘛 為什麼 幹嘛 真的 他告訴我 搞不好有一天 我會出國 遇到零下幾十度的時候 我就會穿到羽絨衣 那不會那時候再買 不會那時候再買 對啊 我就說 你現在是有債務問題的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亂花錢 然後這件事吵完之後 我就說算了 以後你的錢你自己管 我管我的 我不想再看你 因為我看你這件 花錢的方式 我真的是很生氣 然後就你每個月 賺到的錢 你就是把家裡 要有費用拿出來 其他隨便管你去死的 這樣 對 但他自己管錢之後 發生嚴重的事情 我就說那可能要只要說 但我手頭很緊 我說你 根本就沒有在存錢 你就是把那些錢 都拿去買漫畫 買衣服 買鞋子 我就說 真的不行 你都已經看那麼輕了 對 才這樣子包容他 但我覺得前這段事情 真的也講到有時候 是傷感情 大家都說 懷孕的女人是最美麗的 但是殊不知 真的只有懷孕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生完產後 其實要維持美麗 真的是一種挑戰 對 就是 寶寶在肚子裡的時候 感受那個幸福 然後有滿滿的愛 可是其實看著身材這樣子 巨乳地垂降 就會讓人就是覺得說 天啊 我現在是乳牛嗎 對 但是我們今天邀請到的 這三位來賓真的很厲害 就是如何生完小孩之後 胖這麼多 卻可以維持 現在這麼苗條 所以那你們那時候 懷孕的時候有胖很多嗎 有 我老大胖了 十六公斤 然後老二胖了十四公斤 對 而且那時候一度 老大那時候醫生還說 他可能就是比較小 他叫我多多養胎 所以我那時候 一天就吃六顆蛋 然後還有牛小排 三餐就是牛小排加宵夜 所以就想說反正 因為人家都講嘛 他出來之後會比較難養大 對 可是你在肚子那時候 你吃什麼啊 原則是讓他可以吸收什麼 那你那時候吃得很過癮耶 我超爽 而且你知道我一早 我就一定會吃一盒的餅乾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是胖 二十五公斤 生我的時候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十六公斤很OK啊 而且主要是那個肚皮癢的 還滿漂亮 就是圓圓的 你看像這樣 就是 欽佩那時候肚子其實很大 很大 尤其是那種四肢很纖細的人 你知道肚子一大起來就是 就覺得很漂亮 對 然後所以就常常就動不動 就在家裡自己晒那個肚子啊 抱著他這樣走來走去 可是就是你看產後 我就一直以為 應該就會 一人嘛 這張照片我想先了解一下 誰幫妳拍的 我爸爸 我爸在偷拍妳知道嗎 他就突然傳了一張照片給我 我就叮咚 我就這樣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那時候在看的 就是他在傳給我的時候 我說這哪位 我就覺得我爸爸 幹嘛要這樣嘲笑我 連我爸爸都會嘲笑我 可能吧 可是你看我最左邊那一張 就是我原本 最瘦的 那是最瘦的 大概四十二到四十四吧 其實也沒有 那時候沒有特別做腹肌什麼 就肚子就長這樣 那時候的尺寸 我都雖然XS或是XXS 但我後來竟然一度到了M 或是到了L 因為就是 因為我上半身你看 我其實手很細 對 然後我這邊其實都常常會太撞 可是因為我中間下面 是完全拉不起來 所以變成說我的尺寸 只能往後移 像你看我記得這件 這樣子比好了 這種衣服最好 因為就可以完全遮蓋 這樣已經有拍到 不是有看到這個腰嗎 我覺得 我覺得楊千佩 妳的包袱真的很重 真的 妳帶這件洋裝 到底來是什麼意義呢 真的妳們看不出來差異嗎 妳看不出來 我覺得喜喜要感謝現在流行 那種超級尺寸 妳要不要看 對 對不對 現在這種超級尺寸的衣服 對不對 是不是 很超級尺寸 很超級尺寸了吧 我發現 我覺得這位比較好聊 對 妳現在有點自信我媽 開始有一點了 所以真麗那時候也胖很多 我胖二十五 對 我就是妳剛剛說的 二十五公斤 妳超越我胖二十也超多 我胖二十 可是因為妳知道 我那時候就是 就跟她一樣 因為懷孕是我們 大概出生以來 有時來不需要減肥的時候 對 那時候胖二十五的 想說反正小孩在肚子裡 生完少說掉個七八九公斤吧 對 差不多 對 可是後來生完就 就四公斤 對啊 就是她肚子眼 養水 家胎排 還有小孩 四公斤 怎麼會掉四公斤 大部分大概少五公斤 對啊 就是四五公斤 小孩三千克 所有鏡子都被我貼起來 你知道嗎 那我老公出門說 眼不見為鏡 我們出門也要照一下 服裝儀優 妳都把它貼起來 我們怎麼照 我說不管 不管 不行 不可以看到 不可以看到身材 對 所以這個照片 妳看它的落差有多大 珍珠姐 妳快別這麼說 那個呢 還是瘦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六十 那一張看起來 真的可以演國民媽媽 跟中心靈搶角色 是不是 有搶角色 沒有 可是像甄莉 現在那個胖的時候 穿的那個洋裝 其實跟妳這粉紅洋裝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樣子 肉肉又有肚子的女生 就是要穿這種 連身的彎品 對啊 沒錯 就跟我們人家大戒一點 像娃娃妝 那現在是因為我真的有瘦回來 我有真的滿認真 左邊是現在喔 對 左邊是現在 好瘦喔 而且妳有那個穿字腰耶 真的耶 是的 真的 好羨慕喔 我很認真喔 我很辛苦喔 那Lala呢 像我還沒生的時候 我大概是四十六公斤 我就只有生一個 可是我沒有胖很多 大概就是十四十五公斤這樣 可是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我在懷孕的時候 就很多地方會發黑 例如說 發黑 對 對 體溫變加深 會不會沉墊 然後還有肚子的植母線 超黑一條又粗 還有腋下 腋下整個 我那時候懷孕 然後到產後 我都不敢跟人家舉手打招呼 我怕人家以為我這裡有發霉 我都不敢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非常沒自信 Lala 那妳那時候 最胖跟最瘦 其實你看喔 還是很瘦 她瘦的時候這麼瘦對不對 可是她其實胖的 那個是產後了嗎 對 產後 我覺得真的很胖 而且我沒有兩位 這麼有勇氣穿短裙 我出門一定要穿這種 很寬鬆的褲子 比較舒服 因為我胖到連腿都胖起來 你看 可是我覺得她也只有胖下半身 其實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有很多產後的媽媽 她會經過一些心路歷程的轉變 第一個就是身材 大家其實剛剛把重點放在身材 但第二個是心路歷程 第三個是 其實妳的身分改變 妳的很多要考量點增加 例如 妳的睡眠時間被剝奪 例如妳的經濟從一個人 從兩個人 順先變成三個人 甚至有很多要顧的東西 所以當這些層面在的時候 雖然我們看到的 只有這些事件 但是它潛在在我們身體 其實會發生很重的一個壓力感 我其實講過我有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是她的朋友 因為找我去做 像比較像減重 她就覺得她很有效 所以她就跟著她照做 結果做了半天她覺得 她一點一點改變都沒有 所以她就到了我的門診 那時候我們在聽她門診的一些 就是她的一些症狀的時候 我們就幫她做了一些相關檢查 因為她一直覺得 她一定是身體有出了毛病 否則為什麼產後 十公斤一直往上走 一直沒有往下走 後來做了一些檢查 結論就是 全部指向一個東西 就是她壓力很大 可是這個女孩子 看起來是個很樂天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陽光的女生 我在敘述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敢相信 我所看到的東西 她在產前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陽光 都會去運動的人 產後之後 她都會開始有習慣 晚上必須喝一杯酒才能入睡 到現在已經喝半瓶酒 我怎麼覺得妳講的就是我 就症狀的聽起來大家都有 我這時候眼淚要是不是 要趕快掉下來 對 那其實她就是後來 她才真的發現 其實在我們剛剛說的 包括妳的身材壓力 妳的母愛壓力 妳的經濟壓力 她順勢都會變成一個東西 叫做壓力 這個東西其實才是真正 讓這個媽媽沒有辦法 從年輕的少女 變成一個幸福的媽媽的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所以當妳知道的時候 妳其實就要回過頭把剛剛那幾題 一題一題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慢慢解 她才有辦法把妳的身材 把妳的心情 都回到一個青少年 或者是一個少女的時代 對 我覺得是 那個心情很難轉變 是因為妳要要求自己要瘦 然後又要想說 我還要當一個一百分的媽媽 對 然後照鏡子 看到自己的樣子 就覺得說怎麼那麼像青蛙 所以懷孕的確會讓女生 真的經歷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階段 在這個時候 我們身邊的家人 我們的另外一半真的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到底是豬隊友 還是神救員 就看他怎麼表現 你知道因為我先生是就是 對我很要求 他很幫我站在藝人的立場 去思考很多事情 然後我記得其實也不久 就是前可能上個禮拜吧 我就突然就是在上廁所這樣 然後突然就是他就 就可能沒注意就一進來他就這樣 他就兩個是 這樣 我就 怎樣啦 那什麼 你們的反應真的很像室友 不是 就是 你就是突然有人叫 然後他就 你的肚皮 然後我就 然後呢 其實他不用給太多的評論 但他一個 有的時候只是一個反應 一個眼神 對 一個 就像講一個發語詞或什麼 可是就會讓你覺得 受傷 那可是我會這樣 我是為了誰啊 也不是 對嘛 他不是管理的種 對不對 對啊 你生你的孩子 而且他姓什麼 小孩姓什麼 你姓我 你姓楊我 OK啊 對不對 我是我老公那時候 他其實也不太敢 因為他知道 我就會說 我為了你的 為了你的小孩 你看我現在胖成這樣 所以說靠著他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你好像 他不是以前的 我快被壓死了 很過分耶 我快被壓死 他又壓死兩個對 是嗎 沒錯 然後可是你知道 天啊 我覺得 真的傷我的心是我媽 因為我媽直接就說 你是藝人耶 你都不要受下嗎 你知道你現在 站在你老公身邊 你像他媽耶 我說像姊姊就算了 變成像媽媽 你會不會太誇張 他說真的很像他媽媽 我媽也有跟我講過這種話 為什麼爸媽媽 都要這麼懇人 不是 我媽每天都說 你看看人家佩甄 瘦成這個樣子 你坐在旁邊 真的就像一隻大象 太誇張 我可以了解 我媽媽講話真的都 我們要活出自己的人生 OK 對喔 媽媽 好 但是我覺得媽媽 我們會覺得說 就是一種撒嬌或任性的心情 可是如果老公公罷了的話 就真的會 覺得就真的很受傷了 對不對 很壞 我是除了老公會講之外 還有那個粉絲跟朋友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身材裝成這樣 真的對自己身材 其實是鬆垮垮的肚子 然後我就會很挑衣服 我一定是挑那種 連身的可以遮肚子 結果那天剛好廠商 沒有準備到連身 他就拿了兩截式 就說你去換這一套 然後我就拿著那個 兩截式的衣服 然後再更衣是發抖 然後穿完之後我就看 然後我就覺得 超快 我自己 好動感 我就說 真的好有畫面 對 這是我們有畫面 我們都是這樣 我為什麼都有 你衝出來的畫面 怎麼樣都收不回去 他就是收不回去 就是衝在外面 我說這樣 我要怎麼 就是面對人群 怎麼擺姿勢 給人家拍照 然後我就在更衣 絲默默地哭 那怎麼辦 後來我想到一個妙照 就是把那個裙子 要往上拉一點 把那個衝來肉少一點 然後那個裙子就變超級迷你 然後我還用一個別身 把它別起來 我就寧願露出比較胖的腿 對 我也不要露出 我衝出來的露 對 我真的想到我那一段 跟塑生衣相處的日子 那每天胃食到逆流 大家在大吃的時候 我都在反胃 對 然後胃爛掉 治了兩年才好 可是就是因為 一直要穿著那個塑生衣 想說是能讓肚子回去 對 而且像剛剛那個 千佩不是有講說 他老公看到他上廁所就 然後我老公就很喜歡 在我洗澡的時候 竟然跟我聊天 然後聊一聊他就說 老婆 他就看著我的肚子 然後說是不是有五個月了 我說你真的很欠揍 你給我出去 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 可是其實我雖然反應是 就是反抗嘛 是 然後就先罵他 然後把他趕出去 但是其實我內心默默的 就在浴室裡面 這樣一直照鏡子 然後就 沒有嗎 沒有 對 就是自己一直想說 不是 你就知道 這真的沒有 對啊 就是像你去做捷運 或是做高鐵人家 讓胃的意思一樣 對 但人家是好意 可是你就是 其實是難過 可是我們還算 他內心堅強的對不對 有一些萬一真的 就是玻璃心的話 其實我之前真的 就遇過一個 我覺得真的 那個女孩子 是屬於比較內斂的 就是他對於各種評論 他是收在心裡 然後去執行的 先生從他開始懷孕之後 就開始我跟他開一個玩笑 說你長得好可愛 長得像一隻企鵝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 這個調情的味道 沒有調情啊 對這個女生 是一點都不是的 所以他到他產後 還是一直說 你好可愛 你走路跟企鵝一樣 這女孩子一直放在心中 所以有天他就開始決定 他要減重 他是結識到 並且在老公不在家 就不停地運動 其實他老公有一天回家 他已經虛弱到 不知倒地在地上 他一直在旁邊不知所措 在大哭 他老公才突然警覺 原來他的話 造成他的老婆 這麼嚴重的創傷 可是其實減肥這件事情 也不是真的只有生產 過後需要減肥 只是說因為懷孕 他的那個落差真的很大 因為我的體質是一胖 就先胖臉 可是大家看你臉圓圓的時候 他們都說 我覺得你這樣很有福態 跟以前比起來 現在福態的樣子比較好 可是對藝人來說 說你好有福態 你開心嗎 不開心 當然不開心 所以 可是問題是你那個體重 是真的受不下來 因為你在做月子的時候 你要吃大量的那個水 湯 蛋白質 為了你要補乳 所以其實你完全 也沒有辦法減肥 然後而且重點是產後 大概一年內 因為我那是剖腹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去運動 所以你就是一直放著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臉還是太肉 因為人一旦肉看起來 就是會垮 就是人味 對 然後膠原蛋白又流失 所以所有的地方 譬如說你在化妝室 化妝室就會一直說 楊親妹你那個 你那個嘴邊肉好像 就真的很明顯 它會掉下來 然後法令紋什麼 就是很深 所以就變成說 你就那該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老天還滿眷顧 就剛好有醫美診所 找我代言 它讓你變緊濕 讓你拉齊 所以就算脖子以下 就你真的胖 可是起碼人家看到你 還是瘦的 然後加上你的四肢也是瘦的 甚至我肚皮我也有去打雷射 看它可不可以再更緊實一點 或是那時候也很瘋狂 什麼纏手指 或是吹吐 就現在不是很流行那種餅乾 就什麼科技餅乾 對 鹹肥餅乾 可是就是小小的 小小一塊就要三百塊 那個很貴 前一陣子很貴 它可能一天只讓你吃 一餐吃一片 那你可能一天 它怎麼會不瘦咧 對 不是 因為不能吃其他的東西 可是你知道像我們做的肉肉女 就會想說天啊 它一定很有用 為什麼 因為它一餐只吃一一片 餅乾你撐得住 所以就是會很辛苦 然後帶餐條 大豆條 什麼都試過 那我覺得就可能 現在結論下來 我覺得可能還是靠運動跟飲食 像兩個一起配合會比較快 那甄莉姐 妳用什麼方法是快速的 我快速的 因為我不太運動 然後我在飲食上面 就是真的是有點像完全的斷食 一天就吃一餐 然後我去給人家推脂 要瘦 然後又不要運動 妳就得忍耐 所以我那時候 身上真的很多瘀青 我今天那時候胖 就是胖在下半身 肚子跟大腿 還有屁股那邊 所以等於就是 全部都是做這樣 往上推就對了 往上推 對 就希望把它 通通推到胸部來這樣 所以老師 但是妳 因為我有聽過人家講說 那個叫做黃金旗 就好像是 生完後六個月內 一定要把它瘦下來 如果你沒瘦下來 它就會留在妳身上 妳如果想要再瘦 妳就要再生下一胎 妳就要再生下一胎 然後再做月子 再滑六個月 就是說妳如果在黃金旗 沒有瘦下來的 那些公斤數 就這一輩子都陪著妳了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